这个游戏的规则就像现实 我们都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 而每个问题和答案 都被之前的选择深深束缚 放轻松 该说再见了 不 你以为换上了一副面貌 改成了一个身份 往日的罪孽 就能一米勾销了 遗憾 走 解开禁制吧 以身负的力量便是打开通路见我之路的钥匙 有如一世家伞 我想要的 是你们绝望 不过 猜疾 崩溃 亲手毁掉自己早就的真爱 亲手毁掉自己早就的真爱 不愧是拥有不死之身的男人 他的战绩将消耗自身一定比例的生命值 进入地狱变状态 该状态下造成的伤害提高 同时普攻支离剑强化为无间剑术 从单体伤害便为扩散伤害 老师 这么玩命 我想问一下 如果任当前的生命值不足那个比例 那还能够释放战绩吗 如果消耗的时候生命值不足 释放战绩的时候 任的生命值就会降至一点 只能说 真不愧是有着不死之身的男人 他真是在死亡的边缘反复横跳啊 可不啊 但生命值降低对任并不是坏事 任的生命值降低 会触发他的天赋效果获得充能 当充能叠加至上限时 任会立即对敌方全体 释放一次追加攻击 并回复一定的生命值 任释放终结计时 他当前的生命值 会转变为生命上限的一半 对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伤害 强行半血 我懂了呀 怪不得 所以他被治疗的时候会说一句 哼 多事 碰到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样 在本场战斗中 任损失的生命值越高 终结计造成的伤害也会越高 任的密集夜图风 同样也会消耗自己的生命值 并在进入战斗之后 对敌方全体造成风属性伤害 这典型的是伤敌一千字 对敌方全体造成雷属性的扩散伤害 如果敌人处于持续伤害状态 还会立即额外触发一次持续伤害 哦 也就是说 如果敌人身上已经有了持续伤害 在他们自己的回合触发了一次伤害之后 被卡夫卡击中 还要再额外触发一次 没错 而且额外触发的伤害 不会消耗原本的持续伤害 所以该疼的 之后还是会疼 牛啊牛啊 此外 卡夫卡还会在队友释放普攻之后 发动追加攻击 并有概率使受到攻击的目标陷入出电状态 而终结技则是对敌方全体造成雷属性伤害 同样有概率使受到攻击的目标陷入出电状态 并且当前承受的出电状态 还会立即产生一次伤害 哦啊 卡夫卡的秘技则可以攻击一定范围内的所有敌人 进入战斗后 还会对敌方全体造成雷属性伤害 优雅 自攻击之后 释放强化普攻 他的战绩会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物理属性伤害 并有概率使目标陷入猎伤状态 嗯 在战斗的过程中 卢卡可以通过多种攻击方式获得斗志 当斗志达到一定层数后 卢卡的普攻就会升级为强化普攻 他的强化普攻会累计造成四段伤害 而最后一圈下去 还会对敌人当前承受的猎伤状态额外产生一次伤害 这个年轻人哪 真是有活力啊 羡慕了羡慕了 当卢卡释放终结技时 造成伤害的同时会获得斗志 并有概率使该目标在一定回合内受到的伤害提高 我感觉卢卡的拳头和我整个机密一样大 让卢卡的拳头如此充满力量的 不是机械臂的硬度 而是他对搏击的热爱 就算是在探索过程中 卢卡使用机密攻击敌人 卢卡使用密集攻击敌人 进入战斗后依然可以获得斗志 可以说呢 卢卡的确是无时无刻的不再点燃搏击之魂啊 到不了的彼岸 这不会就是任常常念叨的 好 让我们来看下一张 虚无命途的五星光追只需等待 在1.2版本的前段呢 开拓者可以在角色跃迁《夜图游魂》中 获取限定五星角色《刃》 而在本次光追活动跃迁中 获取五星光追到不了的彼岸的概率将会上升 在1.2版本的后段 开拓者可以在角色跃迁《夜将不眠》中 获取限定五星角色卡夫卡 以及四星角色卢卡 同时在本次光追活动跃迁中 获取五星光追只需等待的概率将会上升